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是头一天晚上做好 有些人是第二天早上出门之前做好 有两种 所以我们因家庭情况不一样而不一样 但是我老婆的话 有时候是头一天晚上做 有时候是第二天早上做 好了 现在开始看 今天准备的便当 晚上好 明天的便当 第一个菜的话是玉子烧 玉子烧的具体做法 在我抖音号上也发过 大家看一下 反正就是把鸡蛋打碎 然后放点酱油 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鸡精 还要放点糖 起锅烧油 这个是正面做玉子烧用的锅 它这锅是个四方 算是个仓房体管 不能油太多了 所以要就是把锅润一下 然后先浇一层 就是先浇这一层 这不多呢 先把这一层 就是玉子烧的话 就是一层一层的鸡蛋卷起来 叫玉子烧 就是玉子的话 就是在日文里面叫 就是卵子 然后这是第一层 然后卷一下 看见没有 这是玉子烧 然后一次了一推 然后再第二层 然后再把它分开 然后再卷一下 这个玉子烧难度难在油上 油放太多的话 油放少的话粘锅 就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吧 因为我明天就我一个人吃 所以就用一个鸡蛋 如果人多的话 可以多用点鸡蛋 多煎一点 多煎厚一点也行 颜色不错颜色 好 绿色烧成 香肠 有点香肠 那边五根 五根小的 有点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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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格 我们有一点 我要切个花 弄两种 一种是我的 一种是跟我闺蜜 第二选早上吃的 我老公闺蜜的话是章鱼型 这是第二道菜 香肠楷好了 看这是章鱼香肠 这是螃蟹香肠 这是一般的三�� 花和三个香肠 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三文鱼 上面撒一层盐 放一层盐 抹一抹 抹抹均匀 然后放在这上面 先烤皮 它这个的话是 日本的就是有两个美其子 一个两个出火口 这个出火口 这个出火口 它这个地方 是专门看一下 是烤 是用来烤东西用的 下面是有一层那个 蓝色就是煤气 看一下 关的话就煤气没有了 一开火 它就开始有一层煤气 就开始出现蓝色了 三文鱼开始烤 这是刚才冷冻 就是买了冷冻的 那个玉米跟那个豆浆 冷冻 然后放点那个酱油 放点那个味精 冷冻的 所以我又不会加热了一下 四个饭的淘料拌一买就行了 好了我的饭已经准备好了 下面是米饭 这个是那个三文鱼 还有一个水果 饭后添添橘子 这个是刚才做的那个栗子烧 还有香肠 还有冷冻的炸鸡块 还有这个也是冷冻食品 这个是那个鸡蛋 这个的话是小番茄生鱼果 这个的话是刚才做的那个 所以在日本做便当的话不是那么难 因为有很多冷冻食品可以让你选择 但如果老婆就是费心的话 他会给你做两个菜 因为只吃冷冻食品对身体不太好 为了营养均衡 他们会就是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颜色搭配 比如说荤树搭配 他们会想会考虑 荤树很多 这个是冷冻的炸鸡块 这个是冷冻的肉盒 就是莲鸣肉肉盒 这个是冷冻的那个 是就是一家粥吧 就是炒面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冷冻的那个西兰花 下面还有冷冻的那个饺子跟那个 我闺女喜欢吃的这个冷冻的 这个鸡蛋鸡鸡 好了 反正是每个国家 就都有每个国家的那个文化 不同吧 日本的话他们是有那个便当文化 就是合法文化 他这个便当叫爱妻 爱妻便当 就 用这文说的叫爱妻奔斗 自己的爱妻 给自己做的便当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的视频点下关注 期待你的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by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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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